行隆地产表示 收购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位于寿晨山的宿舍地皮 已经获得中央政府批准 施加近两个月 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出售南区寿山村道37号 宿舍地皮的交易终于有新进展 根据土地注册处的资料 近日已经为这个买卖协议备忘录完成注册 文件并由美国驻港总领事史默克 和行隆地产行政总裁盧伟柏签署 但业权仍未完成转让 行隆说很高兴 麦芳即是美国领事馆已经完成外交义务 并获中央政府同意交易 现在正和麦芳处理完成交易事宜 会适时对外公布 有学者认为拜登上任美国总统后 对话立场软化 中方也值此释出善意 现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确实有缓和的迹象 但是最主要的关键就是 美国已经认为中国是一个长期斗争的对手 我们所谓的物业期 多数是去到几个月或者一年之后才会昂悦的 行隆去年9月初以超过25亿6千万 透过招标投德项目 交易原定去年底完成 行隆并已支付大约10亿元的押金和印花税 但其后土地注册处说 物业涉及外交事务 当时外交部发言人也说 根据对等原则 美国驻华市领馆 包括驻香港总领馆 在租任或者出售的时候 也都必须提前向中方提出书面申请 并获书面同意之后 才可以扮理有关手足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儿报道